《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现在做这个突发节目 其实心里非常难过吧 普京今天是突然发表了电视讲话 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保护顿巴斯分裂主义地区的人民 就是宣战 前天我在节目中说 承认顿尼茨克和卢干茨克两个独立国家意味着已经开战 因为这一招是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西方一直在琢磨 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 直接对一个主权国家公然侵略嘛 对不对 它没有政治上的着力点 你凭什么突然对一个国家突然侵略 是不是 这也会失去道德制高点 就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一直说了 这个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 这些都是风言风语 都是谣言 说实话 我原先是同意联合国秘书长的这个观点的 至少我不愿意那么早表态 但我说了要观察 特别是两个重要的观察点 如果都符合了 那么普京就是要动真格的了 而且不仅是普通的打一下 而是要全面侵略乌克兰 哪两点呢 第一点看美国这边 白宫正式宣布俄罗斯要打仗 并且继续做出隔靴搔痒的软弱反应 就有可能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只要宣布要打 俄罗斯人要打 可以反映出美国的国家情报体系做出预警了 它的综合情报系统肯定要比我这个自媒体情报资源多嘛 所以它会有一个相对准确的综合判断 但是同时 白宫必须是软弱的表态 如果第一时间白宫展现雷霆手段 那么普京的冒险也许会被阻吓 但是如果软弱呢 反而会刺激普京做一次巨大的冒险 他去获得更好的谈判的牌 这是第一个观察点 第二个观察点就是 俄国要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部署军队 为什么要重点看这个呢 因为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它所处的这个地面薄荷大平原 是什么 非常适合装甲集团军群作战 可以进行大动作的穿插包围 一攻难守 二战古德里安接受希特勒命定放弃莫斯科主攻方向 扭头南下打乌克兰 就是用坦克第24军联合这个德国的第一装甲军团 一次性包围苏联西南方面军 85万人 其中伤亡16万人 红军被俘66万人 伤亡16万人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包围战 那它就叫基辅会战 同一个地方打的 如果普京在这里动兵的话 那就不只是为了解决乌克兰东边的那些独立问题 而是要什么 来这里 对乌克兰首都下手 既然对首都下手 就一定是全面战争 要逼迫什么 逼迫乌克兰进行国家道路选择了 你回到俄罗斯这边 你还是去北约那边 因为在这个地方部署军队涉及到要拖白俄罗斯下水 所以还要考虑到是什么 引发北约最大的不满和军事对抗 所以一旦普京派军队过来到白俄罗斯这边 那就是下了最大的军事决心 所以我在1月20号观察到那天 就这两点都发生了 我当时就做了一期节目 断言俄国一定要发动战争 而且一定是直奔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灭国之战 当然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不同意我的 直到今天他不得不说了 他被现实打脸了 他以人类的名义要求普京撤军 我这不是在押宝 而是基于对历史和现代国际关系的分析判断出来的 普京不仅要打 而且是全面战争 今天事情发生了 全面战争爆发了 但是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因为判断的准确而得意 相反 今天是我2020年11月以来最难过的一天 为什么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当然了 这只是初步的说说 因为作为突发事件 我想还是多留些时间 重点说战争的本身新的进展情况 现在是这个美西时间的2月24号凌晨12点半 我估计今天早上美西时间7点左右可以把节目放出来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等于是2月24日凌晨之前的最新动态了 因为战争一旦爆发 各种信息战、情报战会同时启动 俄罗斯本来咱们就是黑客的家园嘛 是不是 大量的情报会通过网络、通过媒体放出来 我会尽量根据我的军事知识的积累 以及常识和逻辑来进行一次这个筛选 把我认为相对可靠的消息传递给大家 尽量做到又快又准 当然一旦有错 我也会毫不保留的在得到确认之后加以更正 还是这句话 战争一旦开打 任何难以预料的这个事情都会发生 任何你确认的肯定是这么打的 说不定还不是这么打了 普京在宣布采取军事行动并呼吁乌克兰士兵放下武器回家之后 仅仅不到两个小时 俄罗斯国防部就宣布 已经使乌克兰空军基地和防空系统失效了 而基辅的防空体系已经被摧毁 他主要就是用这个巡航导弹 用的是弹导导弹打的 乌克兰外长已经把这个报告交给了联合国 说自己遭到了俄国的侵略 那么并要求俄军不要直接攻击乌克兰城市 看来这个呼吁不顶用 因为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来呢 从东到西到南三个大的边境方向的主要城市 都遭到了俄罗斯的这个俄军的导弹袭击 这个可以说吧 就是不仅普京 刚才说宣布两国独立的政治行动出乎西方领导人意料 就算这个行动做完了西方国家领导人 依然是侥幸认为战争不会到来 也许我们坐下来谈谈就行 前天白宫还在不紧不慢的宣布一系列的制裁措施 这些制裁虽然看起来很厉害 包括对俄罗斯国家杜马 那就相当于我们说全国人大 所有同意支持乌克兰境内两个独立国家的议员进行经济制裁 不准他们这个入境美国 宣布把俄罗斯踢出美元结算系统之外 但是搞笑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昨天俄罗斯国内证券和期货市场不降反升 这可不说俄罗斯人喝酒喝高了 而是真真切切的市场反应 等于是市场把拜登认为不得了的 有巨大杀伤力的制裁带来的负面影响给消化 不仅消化了 而且市场价格还升了 意味着什么 俄罗斯人已经预料到了 比你宣布的这些制裁严重的多的后果 结果还没有等到的发生 等于俄罗斯人已经做好了跟北约跟美国人 是直接战争的准备的 我都准备给你打仗了 我还怕你制裁吗 这才是可怕之处 这才是我今天做节目非常难过的原因 普京的行动之所以那么决断 跟俄国民众支持这场战争有关 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和北约严重误判了 美国政府的表现在俄国人眼里简直是弱爆了 我再回到刚才两个制裁的这个具体分析 为什么俄国市场都不鸟你 首先第一条 对俄国杜马这些议员们的制裁为什么不起作用 普京上台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当时叶利钦搞的 那时候就像中共改革开放初期 所有的这个权贵家族 咱们当时叫关系户 是吧 好多都占了双轨制的光 在国家经济转型的时候 权力迅速实现了变现 大量的俄国新贵新寡头控制了俄国经济 都是原来的什么共青团的这个书记 那个城市的市委书记 都这个变成了新的这个金融寡头 为什么共产党在俄罗斯依然是合法政党 因为还有人捧它呀 还有很多人因为厌倦现实俄罗斯的这个贪污腐败 即便苏联人包括普京本人 都遭受苏联共产党的毒害 但他们依然怀念那个时期 虽然穷 但是有个表面的平等 所以普京上台之后就是 就顺民心顺民意嘛 收拾了一大堆这样的石油寡头 金融寡头 在目前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里面 当然不否定的还有各种权贵名人利益重新分配嘛 对吧 但是他们是普京整肃后的政治力量 里面有跟西方做生意的 但是像中共那样把贪污和带有原罪的这种钱 全弄到西方去了 然后把孩子把情妇都安排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去了 俄罗斯没有那么大规模 你们看美国的这些什么奥特莱斯 全球各地的好房子、豪车呀 相当比例 你看都是中国大陆人的面孔 和他们的那种做派 是吧 但你很少看到俄罗斯人 他们很多都已经什么 他们即使有一些钱到了美国去 他们会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生活圈中 所以对国家杜马的个人经济制裁这一招对中共好用 因为它实用主义就是为了自己捞钱 它捞的够多 但俄罗斯就不好用了 它没有那么大的买卖 也没有把自己身家全都寄托在西方 那么把俄罗斯踢出美元结算体系这一个制裁呢 大家记得吧 就是去年白俄罗斯总统 把那个民航客机给迫降了 是不是 迫降了 然后呢 把这个机舱里的政治对手给扯出来抓走了 就这个事 白俄罗斯也遭到了西方强大的制裁 那白俄罗斯总统卢瓦申科怎么说的 我们不怕 西方能提供给我们的技术科技产品 中国可以提供我们其中的90% 普京也是同样的想法呀 这一次中俄协作伙伴条约 经济方面的合作补充 就是普京为了战争做好了准备 他就知道他要动手的话 西方一定会给他强大的制裁 一朝一世 他都给拆解了 不让俄罗斯弄美元 你把我踢出这个体系 中国给呀 是不是 2014年的中俄天然气合同 那个合同就已经价值4000亿美元了 这一次冬奥会之前又签了一个 总值到现在没有透露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保密呢 因为这个是对俄罗斯巨大的直接的支持 这钱就等于是帮这个俄罗斯垫付了战争款 2014年的那4000亿美元 这钱俄罗斯已经可以花30年了 所以美国制裁北海二号线 欧洲停用俄罗斯天然气 是吧 俄罗斯停了天然气 它的亏损中共可以给它报销 但是同时呢 欧洲就不乐意了 中东坐地起价 拜登请求卡塔尔等国提高生产 降低点价格 碰了一鼻子灰 这下子美国彻底感受到了 自己把自己的石油生产停掉 为了什么什么气候协议 让自己的国家战略处于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 美国一个石油生产大国 一个出口大国 一年内就变成了进口大国 你看现在这个油站的这个价格多高 民主党的政策 特别它的极左的律政 又不允许白宫重开石油天然气生产 是吧 哪怕是战争打到家门口 它都不会让你生产 所以欧洲要制裁俄罗斯 它自己就要首先接受中东的载牛刀 买高价油 它就很亏 是吧 那美国现在干瞪眼帮不上忙之外 它自己也得去挨刀子 而俄罗斯呢 不怕 天然气 你这边北海二号线抢的我扭头卖给中共 中共这边还没有趁火打劫 是不是 用没有战争时期的最高国际价格作为计算公式 作为标杆 中共在后面拿着钞票啪啪啪甩着时报时销 和普京的战争费用时报时销 所以为什么川普接受保守派媒体采访的时候使劲夸普京 当然这个也不合适 这两国都已经闹到这份上了 它夸普京 它说你这普京宣布乌克兰两国独立真是高招 然后又说普京掌握的时机真好 什么时机 美国政府的软弱 欧盟的政府软弱 西方挤压中共 却对中俄联手没有防备 这就是川普说的普京的好时机 但是我今天节目做的心里很难过 这里就第二个原因了 那是什么 川普当时还说普京与习近平就是孪生姐妹 川普自己要执政的话 说这两人就没有机会 就没机会发动这场战争 习近平也没有机会跟俄罗斯走那么近 赚那么大的便宜 那现在奥运会结束了 川普说你看看你的苗表 这正是习近平想要 也就是说普京把侵略行动稳稳的放在了冬奥会之后 给中共留足了面子 而这种面子呢 中共在建党百年的历史当中 咱们知道它跟苏联一直就是说实话就是个主谱关系 这种实惠 这种面子很少获得过 但不是实惠 就是面子 实惠还没有 那么习近平的个人膨胀从这就可以想见的 是吧 连他敬爱的前辈毛泽东都没有获得过这种面子 那么习近平个人膨胀想见 那么大家可以想到的什么就是台湾了 所以我难过 就在今天之前过去所有的时间 我都坚决主张台湾中共绝对不敢打 它也打不动 军事上和国际关系上的极端被动局面 到现在并没有变 也就是说中共想获得对台作战的胜利 可能性依然很小 因为冒险的成本没有变化 唯一变化的是什么 习近平的野心 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行动一旦成功 大陆的军界、政界很容易被中共的民族主义旗帜煽动起来 这就增加了对台湾军事行动的不可确定性 尽管你打不赢 但是不是台湾的朋友们、台湾同胞 就会遭受什么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这就是我心里难受的第二点 而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软弱 它会强化习近平的一种误判 会强化他的野心 和强化中国大陆的整体的不确定性 这是我难过的第二点 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么我这里就一边评论一边收集 乌克兰战争的这个最新进展 目前来说呢 这个乌克兰呢 主要大城市都受到了俄国弹道倒大的袭击 真是令人发指 这对同一个都是俄罗斯文化圈的乌克兰人民直接下手 是不是 这是无耻的恐怖主义行径嘛 这是普京试图通过对平民、对城市的这种大规模袭击 来摧毁乌克兰战斗意志的行为 那我不用出现那个地面部队 不用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 我用导弹、用飞机把你们打服了 你投降了 战争结束 这一点会让普京无论有怎样的民族情节的支持 他已经蜕变成人类公敌、战争罪犯了 就他向这个平民、和平的城市打导弹这一条 另外呢 乌克兰方面宣称是击落了五架 这个俄国战斗机和一架武装直升机吧 型号没有说 此外呢 还有一架这个乌克兰空军的苏-27 被俄国空军追逐进入了巴尔干地区邻国 这过去像罗马尼亚这些地方就是北约的防空区域了 是不是 这样的军事行动很有可能会引发北约的迅速反击的 战争会以人们无法意料的时间点升级 此外还有一条大的消息 我认为也是比较可信的 就是说是乌克兰的海军被彻底消灭了 这一点呢 就是很多朋友一听 乌克兰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中国的那个什么山东号、辽宁号 还是从他那二手店买的嘛 是不是 乌克兰那买的 那他的这个海军应该很强大吧 不是的 这个事听起来很玄 整个国家的海军 乌克兰的海军都被灭了 但是可能性是很大的 一个是什么呢 因为俄国的太平洋舰队 它的黑海舰队主力舰船最近都在黑海近代附近的活动 它那个战斗力是非常现实而强大的 是不是 另外呢 乌克兰海军不仅是势单力薄 指挥层也有问题 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 因为乌克兰海军跟俄罗斯黑海舰队都停在 克里米亚南边那个塞瓦斯托波尔军港 一开战 你军舰停到 我军舰停这一下就被歼灭了 是吧 只有一艘乌克兰最大的这个护卫舰幸存了 倒不是说这个护卫舰有多能打 而是因为它当时正好是执行任务到索马里打海盗去了 打海盗 一回来又家都找不着了 是吧 海军没了 另外 这个乌克兰海军最高指挥官也是连续投降了好几批 在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当中就投降好几批 为啥呢 因为他们都是原来苏联的这个红海军的家底嘛 平时都是一起喝酒 一起打架的好哥们 是吧 一冲突 一发生战争 指挥官率先向原来的哥们投降了 别打 我投降 咱们今晚接着喝酒 所以我判断说这个乌克兰海军被消灭这个消息是准确的 那么乌克兰现在唯一能抵抗的就是各个城市的地面部队 这也是普京不愿意进行的地面作战 所以他用导弹打城市就想摧毁这种抵抗意志 我个人认为这是普京错误的判断 那么具体的原因呢 咱们接着这几天会跟大家继续聊继续分析 那么下一步战争会如何进行 西方国家和美国会如何介入 会有北约与俄罗斯的正面对抗吗 那么好 今天节目咱们就做到这了 我有个想法 就是可能会借用原来的江峰剧场那个副频道 接这个机会就把那个剧场就改成军事频道 把它做起来 大家要是喜欢的 记得过来捧个场 因为我觉得现在乌克兰这战争也打起来了 未来南海和台湾也是一个重大的军事热点 帮助大家在这方面吧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对军事领域、对军事战略、对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些 研究和探讨和一些思考 也有很多可爱的战争史、军事人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当然希望之城那个门是随时开着的 会员网站那里随时欢迎大家过去 成为我们的会员 目前可以看2000多个视频节目了 应该来说是目前在海外自媒体里面最强大的一个会员网站了 好 朋友们 这个现在已经快天亮了 咱们几个小时后 再见